看一下麗友句 前面的部分请你大概要懂哦 大概要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麗友句 好 麗友句里面 第一个 麗友句跟麗句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前面上周常谈的麗句 一个力量有一个力弊 它就产生一个麗句 那麗友句变成什么呢 麗友句就是一对力量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它也是有一个力弊 那这个叫A Couple 那这个Couple的话 它旋转看这图片 它就产生一个这一个方向的麗友句 跟麗句很像 甚至于你下学期会 才到力选谈到的扭句 Torch也很像 但是有点差别 它的名词叫做麗偶 Couple 那两力的合力等于多少 这样这样合力等于0 但是呢 弯具不等于0 会旋转 所以在净力学 谈到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等一下就会谈到指点平衡 第一个力平衡 第二个不移动力平衡 不转动力距平衡 所以我们全部在阐述这个东西而已 整个净力学里面就在阐述这两个东西而已 只是用了不同的机构构建去谈这些东西 你就大概懂一下 好 那什么叫力友句 这是它数学的向量的分析 刚刚那个图形你看 这是Vector A 这是Vector B 这是它里面的 我们讲它之间的垂直距离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一个参考坐标点 叫做O 习惯上这个会是原点 参考坐标所的原点 然后呢 我到A点的距离叫向量RA 到V点的叫做RB向量 好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哦 对它来讲的话 你看哦 对它产生力句的话 RB close F RB close这个F 加上RA close这个F 它是负F 因为往这边为正 这边就是负 好 那这两个你看 它的交换率出来 你看到没有 就是RB减掉负号在这里 RA closeF 这懂啊 RB减到RA怎么算 前面有教过两个向量 RB减RA 你就减减看哦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还不是结果哦 RB等于什么 RB等于 注意看这个向量的键号 RA加上R 等于RB 有没有问题 平面空间都一样 怎么跑 包括各位后来学的GPS GPS在卫星在天空中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第一个时间点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时间点已经跑到那个位置了 你怎么算出它所跑的位置 从地面上的点跟它空间中移动的轨迹 可以算出来 它也是用向量来做 所以向量是个工具不是解力学而已 那RB等于R 你看哦 RA加R 有没有看到 起点 键号 键号 所以这是RB 可以移向 所以R在这边 R1过来 RB-RA 那刚好前面有没有一个RB-RA 所以这就等于R close F 所以原来M就等于R close F 换算到最后 原来这个就可以换成了 这个造成的利偶矩 就会R close F 好 这个结论稍微同学注意一下 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向量 Close这个利的向量 这叫利偶矩 以这个来算 这个各位课本的题目 讲义里面的题目 来 我们来看这一个 怎么样算它的利偶矩 两个利的大小方向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一样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好 都是100N 好 那重点是D怎么算 这个叫D D等于多少 好 这边画出来了 这边告诉你30度 这我们用纯量解 好 请问这个D等于多少 看这个三角形 4米之道 4跟D的之间是什么关系 哪一个三角函数 各位可以看到D出于4等于什么三角函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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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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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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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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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米,它可以化成40N,40N,0.3 你看30乘以0.4是100,對不起是12Nm 那這個40乘以3也是12 所以他們最終結果相等 但是利弊改變了,我們稱為等效力有距 大概就是這樣,我也不談太多 這個圖裡面告訴你什麼叫等效力有距 我們再看合力有距,什麼叫合力有距 就是你看在這個地方產生一個力有距 這邊產生一個力有距,合力有距呢 一樣用這樣來看,向量來看 M1在這裡,M2在這裡,所以這mR呢 它的平方加上它的平方 它也很好,得到mR,會不會 如果這三個軸是相交的 空間的話呢,就三個的平方相交 開根 用summation的意思 這個summation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要清楚喔,summation其實指的 跟這個是一樣的 加 對不對 然後呢 聽到summation 你還會學到integral 這三個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這是怎麼樣 這是用很簡單的數學疊加 這是有一個代數關係,它可以這樣累加 這是不規則圖形的疊加 這個方形叫做f 那積分這個f 什麼意思 它在這個軸線下的,我們講一個實際的物理意義 這個線段從哪裡 這是定積分,一段 假如說從1到2 那它就是這個線段底下的什麼 面積 材料裡面算面積 如果這是硬力硬變圖 這就是韌性 toughness 所以 這只是個工具 它有一個實際在使用上 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要會用 那這個裡面的summation就是說 我把各軸的 R x F 全部加總起來 知道嗎 加總起來 對不對 好,這個就知道了 好,這就是利有據 合利有據 好,像這一題 好,例題4 你可以看到課本第幾頁 我沒有翻 請問cx等於-60n 注意看 它這個cx在這裡 這樣會變成什麼 你用右手來看 這樣的利據 彎下來之後 剛好指向-x 所以它是-60n 注意-m nm 那cy 我們看cy 你也是用右手 這樣轉的時候 剛好會往y方向-y方向移動 那cz呢 你再用右手 辛苦一點 往下轉的時候 剛好往-z的方向移動 所以三個都是負 求它的利偶據的合利偶 好,那你看一下解答 就把三個平方相加 開根號 了解嗎 所以這個你就算算看 這個給各位用計算機去按 我就不太多講 60的平方 加上 對不起 這-60 寫要寫負 雖然平方最後都是為正 但在寫的時候 還是要寫出來 -20的平方 加30的平方 開根號 剛好是70 那要算角度 這記不記得 跟第二章很像 alpha 就是70分之x走的向 代-60 beta accos 70分之x 20 gamma accos 70分之x 30 就得到這些角度 所以合力有非常好算 有沒有 它只是說 它是這樣的作用力 它一個方向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跟一個 我們之前求的合力 如果變成這樣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有三 空間中有三個合力 三個分力 第一個告訴我們說 它是這樣的-20 -60 假如是Newton 假如 第二個告訴你說 這是-20 第三個告訴你在這邊 -30 請問它的合力等多少 會算嗎 答案一模一樣 懂不懂 只是彎句 我們把它夾成這樣 用這樣來畫 有的圖形上 它會這樣畫 有的圖形上 它就畫這樣 多一個箭頭 這就是利有趣 或扭趣 ok 好不好 ok 好 一定要去養成習慣喔 養成習慣 你怎麼去做 怎麼去判斷 好 立體舞比較難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難 這一題 多琢磨一下 好 那這一題來講 告訴你喔 兩個空間中 立細金圓點的合力 跟合力喔 來 兩個立細在這邊 紅線表示的 一個從A到B 一個從C到D 這個清楚吧 好 第一件事情 把A B C D的座標標出來 這個有沒有問題 A的話我們看一下 A的話 你可以看到A的座標 以X在這裡 1米 就是X軸 是往正的方向1米 所以得到正1 Y方向多少 往上 這個距離多少 在這裡 3米 所以得到3 Z方向在哪裡呢 這裡是Z方向 它有沒有離開Z 它在SY平面上 所以Z等於0 第一點有沒有問題 我們看第二點 X等於6 6怎麼來的 你從這邊看 這是不是6 1加5 就得到這個6 再來 0怎麼來的 Y嘛 我們看看喔 Y在哪裡 它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Y對過來是等於0 它在XZ平面上 好 再來看Z 這個不就Z軸嗎 正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A跟B的座標 先點出來 那我們再來做 RA B 注意什麼叫RAB 從A連到B點 好 那這兩個向量 位置向量怎麼決定呢 X XB 減 XA 6 減1 得到5 0 減3 負3 4 4 減0 得到4 所以我們就得到RAB的位置向量 這樣清楚嗎 好 那 那 同理 C跟D 也是讓求得的喔 好不好 這個再去做做看 有問題 來問我 好 C跟D你看到 我直接帶了 CD向量 從C出發到D 也就是 0減3 負3 3減0 3 2減4 負2 到這邊 沒有問題吧 位置向量就點出來了 細心一點 好不好 然後用一點點 讀書用一點心 然後 其實如果 上課聽了一點 回去再讀一下 效果會比較好 我是這麼覺得啦 好 再來我們求 位置向量的大小 來喔 這個就 都是Routine的動作了 你看 RAB大小 加一個絕對值 在向來講 就是時長 好 AB的時長怎麼算 把它每一個 每一個 在各軸的分量上的 平方開根號 總差碼 你看 5-3 4 的平方 開根號 7.07 計算機 你去按 看怎麼樣 小數點三位 那我這邊坐了兩位 至少要兩位 三位是最好 再來CD 你看CD -3 3-2的平方 開根號 4.69 好 好 求出這兩個向量 把它的時長 除以這個 位置向量 時長是7.07 注意喔 它長度多大 向量多大 15N 15N 所以 15在這裡 正確的寫法是 7.07分之5 7.07分之3 7.07分之4 4乘以15 所以直接承開 得到這些數字 這就是FAB的向量 這個要很熟練喔 要很熟練來做 然後再看CD 一樣的方式 4.69分之1 它的時長是10 好 它是10 對不起 它的力量是10N 然後 好 10-3 3 抽進來 得到這三組數字 在X Y Z上的分量 好 到這邊 然後我們再看喔 向量求出來喔 計算合力向量 兩個空間的力量 合力怎麼算 兩個的I相加 Z相加 Y相加 Z相加 你看 10.608 減掉6.397 就得到這個值 負得6.365 加上6.397 得到這個值 0.032 8.487 減掉4.264 得到4.223 所以 它的合力向量 就這樣 合力大小 這已經講了好多次了 對不對 各軸的頻發 相加 開根 5.964 那 還有喔 求出彎距向量 MAB 我們再看一下 MAB為什麼寫 OA A Close FAB 來我們再看原圖 什麼叫OA 從原點到A 那這個是 這個向量叫做F向量嘛 對不對 它對它的彎距 對這個彎距的話 也就是說我用一個 糟糕 好 我用一個 來 我用一個從這一點連到A的位置向量 我問你這向量多少 這不就130嗎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位置向量連到這一點嗎 這不就304嗎 因為3-0 0-0 4-0 就304嘛 那這個位置向量呢 這一個向量 AB close這個OA 這個叫OA向量 這個我叫做OC向量 那他close他 就得到他對他的彎距 他close他對他得到他的彎距 那就是全部的合力距 好 那你看到 這個做法就是這樣做的 有沒有看到 OA close FAB OA剛好是130 FAB 前面算出來了 FAB 這一個 FCD在這裡 你看FAB 填進來 算這個值得到 那這個運算 我再簡單講一次 你要認真聽 這個的話 就這樣算 IJ不要管他 3乘以4.874 這是正的 這個0就不要算了 K呢 等於1乘以負的6.356 這都是正的 好 那負的部分呢 3乘以10.608 這是K 那這個也是0 這個不是0 對不起 這個是0 I等於0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負的部分 這個0就不算了 這個是1乘以8.478 帶一個負號 這樣會了嗎 這3乘以10.608 帶一個負號 所以最終把它們都加起來 得到這個結果 好嗎 得到這個結果 好 這你要會熟練算一下 這向量的差成績 那MCD 那MCD等於什麼呢 OC Close FCD 這個都一樣 兩個向量做起來 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這個答案 就算出來 這個如果不熟練 算了半個小時 算不完了 好不好 好 那最後 存量 什麼叫存量呢 就是說 這個MAB MCD都有了 有沒有看到 把這個MAB 25.46 減掉25.6 平方 加上負的8.49 減掉12.8 注意喔 我這邊漏掉一個負號 減減加 這邊錯了 不好意思 這個是負的 減掉這個12.8 所以這邊麻煩你帶一個 這個應該是 好不好 這個是負的 所以負的8.49 減掉負的12.8 對不對 加到12.8 才對 你算算看 這個地方麻煩你補一下 好 那 再看下一個 這邊的話 這邊是 19.2 對不對 負的38.19 應該是減掉才對 這邊麻煩再算一下 這兩個是相 欸對不起 對不起 這兩個是相加 我在說什麼 來 這兩個下 對不起更正一下 就是把 就是把 i的 值 相加 相加 把 z的值 相加 把 k的值 相加 負的38.19 加 19.2 好 這對 這對 這沒有錯 對不起 這兩個平方 這三個平方 還更好 這十場 對不起 而且我一直在覺得 算 位置 向量 好吧 那得到這個 28.52 好 這就是最終的答案 OK 這是另外那本 參考書 如果你們之前有修買一個老師 他是買這本書 這本書 國際都在用 那台灣大學也在用這本書 台灣大土木系也用這本書 是覺得還不錯 可是有點拉雜 不夠精簡 但是他是針對同學程度很好的同學 你看他題目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好幾對立友具 這邊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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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三個立友具 那最終怎麼算出來 那這個是算他彎管 產生的受到立距是多少 這個都其實都一樣 方法都一樣 向量法 有存量法 去做 那這看起來複雜 其實 一樣 這你課本沒有 這別人家的課本 讓各位欣賞一下 好吧 有沒有什麼問題